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家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嘿大家好 今天有人会采访我 作为移民演员 在中国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非常令人兴奋 我们的采访 你或许没有听过 李凯文的名字 但你很可能看过 他参演的电影 《战狼》 《长津湖》 《狙击手》 这些在中国电影榜单上 赫赫有名的主旋律大片 都有他的身影 这位身高近两米的英国人 在中国从事演员工作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我并且在中国的电影影响 Jackie Chan 在我的生活中的影响 确实在是 我记得 我可能在我的年轻 我一直在导致电影 在周末上 我帮助电影 我购买太多 但每次我购买 我会一直去买 最新的Jackie Chan 或者加上 Jackie Chan 正是由于中国动作电影的影响 促成了李凯文第一次来到中国 当时的他一门心思只想学习武术 在中国学习了一年后 李凯文一度返回英国 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中国发展事业 李凯文曾经学习过表演 但当他决定到中国工作时 却选择了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是一次与无精的偶遇 才让他进入了中国电影行业 我看了一个非常酷的猩猩 走上升上桌上 眼镜,衣袋,衣袋,衣袋 而我发现是无精 所以我用了他的振动 走上去他 然后说 你好,不好意思,你是无精吗? 他看了我非常驚喜 因为在中国他并不是很有名 他问我谁是你 什么你做什么 从热爱中国功夫的英国小伙 到成为中国电影的演艺者 李凯文就这样成长为了偶像的同行 他的中国梦也在一步步中国电影中 变得越来越具象 越来越触手可及 从战狼中的狂牛到长津湖中的北迪熊团团长 再到刚刚上映的狙击手中的美国兵拉斯 李凯文的作品中不发主旋律题材 对于中国电影人通过电影艺术 来抒发爱国情怀的做法 李凯文非常理解也很支持 因为我认识的历史在中国现在 和中国人们的经典人们的经典 我认识我认识为这些影响有更多影响 中国人们的经典人 如今的李凯文已在中国居住十一年 看中国电影 吃中国菜 喝中国茶 处在中国文化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他 也希望能够担负起桥梁之责 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最近我发现了一位 专门与与美国人的网站 但他们似乎非常正的 这些人特别的写者 也挺反对中国 我希望能够准备到中国 因为很多的东西他们说了 费花很糟糕 基本上来 所以我认识我跟别人聊天 我希望能够分享给他们 我发现我的经典 最多我能够做 尽量去过去成本子 第五位 中国人猜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